总统蔡英文在今天正式召开记者会宣布 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接任行政院长 而总统表示陈建仁是以后最适合的行政院长 期许新的内阁团队是温暖兼任内阁 而陈建仁则是坦言 被总统征询时一度犹豫 不过最后决定放下自我 责任来了就勇于承担 而新任内阁也预计在1月31号会正式走马上任 正式宣布陈建仁将接下行政院长重担 组成新的内阁团队开创新局 时隔三年再次担任蔡总统的救火队 角色已经从副总统变成格魁 不过陈建仁多次强调自己是学者 不是政治人物最终还是点头承担 学术研究的考虑以外 要接下苏院长这么杰出的棒子 要延续他的成绩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挑战 新内阁定调走温柔兼任路线 其他内阁人选也逐渐明朗 郑文灿将接任副格魁 熟悉地方市政与陈建仁专场互补 林又长则将接掌内政部 陈总彦担任发言人 而留任的也不少 除了李孟燕 王国才 重视女性格员比例 王美花 徐明春等人 也获得留任继续拼 新内阁农历年后1月31号正式上任 我也要大声的向陈院长说 爱敢于我 陈院长挑的担子有多重 我最了解 在精彩的剧本 也要翻到下一个篇章 苏贞超2.0有政府会座室内阁四年多任期 因为民进党九合一大学画下句点 缩下成上蔡总统言谈间满满不舍 陈建仁这一度临为寿命 举起改革大旗 蔡总统最后剩下一年四个月任期 考验却更加严峻 接下来被组合报导 总统府宣布国安团备新人士 下周渴望就定位 国安局长陈明通请辞 由外交部次长蔡明燕来出任 蔡明燕曾经当过国安会副秘书长 驻欧盟代表长期深耕国际战略 因此要借重她的欧陆经验 来强化国际的情报工作 而海委会主委则有立委管毕林来接任 另外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渴望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李大为则渴望回国海基会的董事长 属于总统职权的国安两岸外交布局 看得出来都是因应国际情势所做的安排 林志坚这个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脱口说出林志坚是冤案 论文门正义成了陈明通 不得不下台的主因 蔡政府最新人事布局 国安局长由外交部次长蔡明燕接任 学者出身的蔡明燕 曾经当过陆委会咨询委员 国安会副秘书长 驻欧盟监驻比利时代表 长期深耕国际政策 对美政策还有亚太安全领域 而接掌国安局之后 首要重任就是面对2024年 总统大选的维安任务 在我们搭乘飞机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在下飞机之后 都有让总统知道 掌握共军在台海实弹军演的情况 蔡明燕虽然属于外交体系 但未来在国际情报分工上 特别是在乌尔战争之后的 新欧陆权力版图转变 要借重她的专业 强化台湾跟欧陆的交流合作 蔡明燕在负责欧洲美国的外交事务上 累积了相当大的经验跟能量 恰恰刚好就是国安局负责我们国内安全 国际情报收集 以及中国对台湾威胁 她的各方面历练累积到一个层次 可以说是是财是任 她在两岸方面还有情报方面 可能经验还是比较缺乏 由蔡明燕这个学者出身的 外交部政策来接任 基本上是一个安全牌 另外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点头答应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而李大为则回任海基会董事长 立委管碧林将接任海委会主委 称为海委会首位女主委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外交部长吴钊燮 国防部长邱国正 还有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则规划继续留任 来岸情势严峻 台美在军事情报合作上越来越频繁 国人是都必须审慎安排 记者下午缘越达台北报道 彰化20抖院路上的一处民宅 25号下午疑似 温差变化大 导致墙面的瓷砖 受到剧烈热胀冷缩的影响 整片掉落下来 瞬间下起了瓷砖雨 还好当时没有民众经过 没有人受伤 但是一旁有轿车就停在路边被砸 屋主呢 车主当下随即报警 将向屋主求偿5万块钱的维修费 民宅前一辆黑色轿车经过 没想到下一秒 墙面瓷砖瞬间砸落 数量多了像是下起了瓷砖雨 不偏不倚直接砸在银色轿车上 声响之大引来民众关心 而坐在车上的驾驶也饱受惊吓 确定瓷砖没在掉落才赶紧下车 甚至一度拔下眼镜 要确定是什么东西 突然间就听到蹦了 突然掉下来是不是 对 那天蛮冷的 这台车迷迷迷迷迷迷迷 热障冷缩 对 热障冷缩 这期外饭在二十五号下午 彰化二铃抖银路五段上 疑似寒流来袭 早晚温差变化大 导致热障冷缩剧烈 瓷砖瞬间砸落 幸好瓷砖掉落时 没有民众路过 轿车车主也刚好在车内 没有人受伤 受损车主于一月二十五日 寻求本所的协助 经查该处屋主 正是春节外出期间 本所与特征进行 透过管道与该屋主的关系 轿车驾驶临廷路边 遇上瓷砖雨 车停板间严重受损 当下随即报警 因为当天屋主出游不在家 车主将联系屋主 吸引求偿 接下来的肉贸 张华唱不倒 第十一届的台北国际动漫节 今天盛大展开 即便寒流来袭 一大早在南港展览馆外 还是挤满了动漫迷 等着要入场 甚至还有粉丝是前一晚 就来搭帐篷卡位 进场十几分钟 就狂买了上万元的商品 而这次动漫节 还有哪些亮点呢 以下带您一块来看 整条人龙 已经分了好几批前进 却还是看不到排队镜头 除了一早 南港展览馆外 绕了一大圈的排队民众 都是为了参加台北国际动漫节 但其实不止这些 场内早已经有大批动漫迷 等十点开展时间到 就要冲往目的地了 今天晚上九点就来了 睡帐篷啊 总算等到开放入场 各摊位瞬间挤爆 不少动漫迷 拖着行李箱扫货 有人才逛个十几分钟 就好洒上万元 而这次动漫展还邀来日本超人气COSER 伊之萌和公本彩西跟粉丝相见欢 另外广受欢迎的动画 间谍佳佳酒 总作画监督跟制作人 还来台举办座谈会 除了分享动画的制作过程 还会现场创作 另外经典人气动画 练剧人中饰演男主角声优 也会举办见面会 总算盼来防疫解封 让动漫节参加的热度大增 大会有讲了他们的预售票 其实比上一届多了一万张 所以其实我们预计 这次的业绩蛮好的 可能会上涨到两到三成这样 台北动画节初六开展首日 碰上寒流来袭 也朝不夕 粉丝热情 接下来报道